直到看到杨幂 才知道她为什么会是内娱 唯一赌赢资本的人 杨幂从出道以来 一直都有拼命三娘的称号 本人也是自曝 曾一年拍了十一部戏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签了对赌协议 要在三年内净赚三亿一千万 因此杨幂在一五年到一七年之间 只要能参加的都参加了 常常拍了一整页的戏之后 还要立即坐飞机到另一个城市 四个月连拍五部戏 毫无休息时间 不仅让杨幂的身体极度疲劳 精神上也是备受挑战 杨幂本人也曾表示 同时拍的戏太多 会让自己有人格分裂的错觉 虽然杨幂非常努力 但是因为杂戏太多 导致在表演时常常状态不对 呈现给观众的感觉也不好 因此杨幂的口碑急转直下 争议不断 幸好在一七年时 三生三世爆火出圈 扭转了杨幂在大众心中的口碑 而杨幂也因为这一部剧 成功完成了对赌协议 而她在完成对赌协议后 在资本面前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杨幂被业内大咖导演封杀 因为大咖位的导演 对嘎戏的演员 是非常深恶痛绝的 甚至很早之前 耳东声导演就声明过 不会与嘎戏的演员合作 陈红也因杨幂嘎戏的原因换了演员 虽然杨幂在拍戏时遇到的挑战很多 但不可否认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拍戏时从不打压其他女明星 一直讲究的就是百花齐放 伤筋动骨CP官宣散火 原来是早有预谋 随着近期精进自爆怀孕 当初的一些小细节也被扒了出来 在云之宇热播时 伤筋动骨CP也随之大火 在音乐时 她大大方方与男语言互动 没有一点扭扭咽咽 然而在聚播完时 精进并没有选择继续吃这波横里 而是选择自己亲自动手拆CP 在GQ晚宴上宣布丧死 毕竟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和提拉英雄 不要 不想公开这段恋情 而是暗戳戳用了精进斗钩的投降 足以可见她的小心思 可能精进也是感觉到了她的不安 就选择勇敢一次 后来在采访中 也是明确回复了当时的做法 然后我就很勇敢地关注了她的微博 然后她也为我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 她把我移除 谁懂啊 这是什么双向奔赴的美好爱情 甚至直播回应为什么关宣怀孕 而没有关宣结婚 一担心的就是 你没有关宣过 你就是结婚了 或者恋情这方面的事情 突然关宣一个孩子 我认真的说 其实关于恋情啊 或者婚姻啊什么的 如果可以不关宣 我就不关宣了 因为有时候也会分手 结婚也会离婚 和毕竟呢 大家又觉得侵占这个公共资源嘛 但是孩子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我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他永远是我的孩子 也不会有什么变数吧 真的是又清醒又有担当 那些年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